这是笔雕 这是小拉达 而追她的小可爱就叫大伟丽 在一座碧玉苍翠 远离现代都市的小岛上 生活着一群自由自在的宝可梦 在这里 宝可梦们可以尽情飞翔 不必担心损毁人类的物品遭到驱逐 因此小岛成为宝可梦天堂的同时 也成了无数人心目中度假的圣地 一周前 春慧仅用了一条信息 就和交往六年半的男友分手 心烦意乱下 她来到了这座宝可梦度假村 可刚下船 便收到来自庙蛙种子真诚的欢迎 而这时渡边太太出现 欢迎春慧的到来 原来春慧来到这儿 可不仅想要改变心情 她是打算成为这里兵部的一名员工 渡边太太下 打给春慧的第一项重要任务 就是让她以游客的身份度过第一天 一开始 春慧并没能理解太太的意思 她一路闲逛 只是发现岛上景色宜人 而这时 另一位员工发现了她 立刻热情地招呼春慧过来 春慧恭敬不如从命 握手间得知了对方叫泰勒 三只宝可梦顽皮地扒拉到春慧身上 春慧可有点担惊受怕 泰勒又邀请春慧一起跳进身操 于是在冷水猴的帮忙下 春慧肢体僵硬地跳起舞 而下一个动作 她的腰怎么也弯不到位 调皮的花椰猴当即跳上去 结果反而害得春慧站立不稳 扑通一声落入水中 她正有点失望 可泰勒完全不以为意 见对方热情的样子 春慧也只能就这么算了 树林里有黄色生物探头探脑 春慧去看时 却什么也没发现 这时泰勒教她 用滑板车代步会很方便 春慧骑上滑板车 路上仍在抱怨泰勒 作为一位前辈 却什么也没教给自己 可这时眼前一按 春慧抬头去看时 春慧不禁感叹 这里却是宝可梦的天堂了 此时第三位人类员工出现 她没想到 快龙也是这儿的宝可梦员工 刚刚是带其他宝可梦兜风去了 通过交谈 春慧得知对方叫爱丽莎 每年的夏天都会来这儿打工 说话间水月鱼也来到爱丽莎身边 这只宝可梦一直是她的根屁虫 春慧文言不禁万分惊喜 这只水月鱼真的好可爱 结果 没想到 这就是水月鱼表达高兴的方式 感觉到春慧来了这么久 仍有些束手束脚 爱丽莎便带她来到体育馆 换了一身更休闲的穿搭 与此同时 只打扮精致的衣部出现 而为宝可梦精心打扮 也是三人的工作内容之 午餐是泰勒做的 春慧一边享用一边看着美丽的大海 不久就睡了一个美美的午觉 等她醒来 眼前似乎又有什么谎过 而等她去瞧时 对方却再一次害羞地躲进丛林 春慧没有多想 这天傍晚时分 她回到礼宾部做了一个舒服的按摩 这是她今天游客身份的特权 可等到半夜苏醒 春慧却再次不禁自责起来 责怪自己过于放松 于是她连夜加班 整理了长达几百页的PPT 等到第二天天一亮 春慧如履薄冰 将总结报告展示给渡边太太 可渡边太太似乎不太满意 她给春慧下达了第二个任务 在今天日落前 找到一直能伴随自己的宝可梦 少女骑着滑板车 眼见就要追上那只调皮的宝可梦 可谁知 一只地鼠忽然冒出地面 春慧反应不及 避开地鼠的同时 自己却和泰勒撞个正正 她慌慌张张道歉 泰勒并没有责怪她 只是打翻了果酱春慧想要帮忙 正好爆香猴他们应该采摘完了果子 于是春慧推着小车 一路上又继续想着那只宝可梦 可突然间 小推车卡住了 原来前面有一块石头 春慧用力推动小车 结果出力过猛 果子全飞了出去 这下可糟糕了 因为这可是个相当长的斜坡 好在这时 神奇的一幕出现 果子缓慢地飘至半空 没想到 正是之前给春慧导弹的可达牙帮了大忙 而见可达牙又想开溜 春慧忙从后面搂住她 原来可达牙由于头痛的原因 一直管不好自己的念力 这才总是避开人群 春慧想帮可达牙解决这个问题 水越于浇花时 用力过猛 花全没了 爱丽莎教育她 不要一次性把水全放出来 要一点一点慢慢喷 这给了春慧启发 如果可达牙也能一点一点释放念力 或许就能防止念力失控 从而也能解决可达牙抑制念力 进而导致头痛的问题 想到就做 此时泰勒在准备果酱了 春慧趁机放了一枚果子在可达牙面前 结果果子立刻被切成两半 看来 可达牙的念力也是可以利用的 之后春慧让可达牙帮搬箱子 爸爸怎么回事 弄错了目标是这边的木箱 再下一个目标是除地 但可惜 可达牙似乎错误地理解成了除空气 春慧只好恳求放自己下来 之后春慧又带着她去晾衣服 结果一阵风起 春慧也是真心无奈了 到了夜里 春慧和可达牙坐在长板凳上 见春慧打不开糖冠 可达牙稍稍施法就解决了 接下来 春慧想和她玩一个游戏 用念力扔糖豆吃 说着 春慧示范了一次给可达牙看 春慧开心地夸奖了可达牙 结果下一秒 可达牙就开始不停地释放念力 越来越熟练 只是春慧已经吃不下那么多了 这只剑子草在一夜之间 进化成了剑子花 第二天早起的春慧看见后就很奇怪 可爱丽莎正在攀岩 她只好等在下面 不久爱丽莎说服了生闷气的龙龙时 春慧这才有机会问哪来的剑子花 文言爱丽莎笑了 肯定是那磕子草昨夜进化了 想想也挺郁闷 什么时候自己也能进化啊 春慧发出了这样的哀嚎 她坐在桥上 看见可达牙和鲤鱼王藏在水中 春慧就更觉得自己没什么特长了 不会游泳 不会厨艺 跑得也不快 血 PPT生成报表算特长吗 春慧不知 这边可达牙刚好撞上了另一鲤鱼王 可这只鲤鱼王有点奇特 当然不是指身上星状的印记 而是身为鲤鱼王居然不会游泳 要佩戴游泳圈 而这当然是泰勒几人的杰作 看着鲤鱼王虽然不会游泳 但却可以享受水中的快乐 春慧似乎有所迷雾 但扫兴的是 调皮的冷水猴兴致冲冲跳下水 击沉了可达牙不说 还将无辜的鲤鱼王顶上天 慌乱间可达牙又发动念礼 结果正好一只长翅鱼无情路过 嘴猛逼地套走了泳圈 看着泳圈越飞越远 一生要强的鲤鱼王 也只能落下不甘的泪水 春慧决定帮忙夺回泳圈 但一时也找不到长翅鱼的下落 正烦恼时 他看见了快龙刚停靠到站 于是在快龙帮助下 春慧和可达牙飞到了天上 半空中的景色是很美 但可达牙却不敢睁眼 否则念力失控就是大问题 而不久 春慧就找到了那只长翅鱼 帮忙解除泳圈 长翅欧搜一下飞走了 但问题是 可达牙的念力却相当不稳定 最终春慧 只能眼睁睁看着泳圈降落 被三只也很顽皮的宝可梦 拿来当球顶 一切都迟了 鲤鱼王宝可梦的快乐终究还是没了 到了这天夜晚 轮到春慧值班 在灯火幽灵的帮助下 照明倒是不成问题 只是春慧实在不知要如何面对那只鲤鱼王 他决定趁着值班时修复他 可似乎春慧的努力是徒劳的 不久可达牙和灯火幽灵抱来许多鲜花 春慧灵机一动 修复不好就精心装扮一番吧 又废了些时候 工作完成了 春慧也计划着明天给鲤鱼王一个惊喜 可突然间 河中似乎有金光闪烁 春慧好奇地走进观察 却只看见一条鲤鱼额头涌现金光 鲤鱼王进化成了暴鲤龙 这时春慧又突然注意到 星星印记 原来对方就是那只 失去了泳鲜的鲤鱼王 他也已不再需要那个泳鲜 春慧忽有所明误 进化不过是来自仕途改变 痛失泳鲜却享受水中快乐的鲤鱼王 再见到泳鲜破碎 痛定思痛也才进化成了暴鲤龙 原来并非所有皮卡丘都叫声响亮 这天 春慧就遇到了这样一位训练家 初见时 他的皮卡丘性格内向 叫声细弱 总是带着一副沮委屈的神情 原来你在这里 与其他皮卡丘相比有着天壤之别 而且一看见训练家出现 就会小心地躲到他身后 植树希望 皮卡丘要更有皮卡丘的样子 因为皮卡丘都是活泼向上 最起码声音响亮的 就连可达鸭都能吓他一跳 可想而知 这只皮卡丘的怕生了 春慧带着植树和皮卡丘来到游乐场 现有可达鸭示范一番 这个设施到底有多么好玩 总之有惊无险 植树也被逗得哈哈大笑 玩时他就直接自己上网 皮卡丘见了 眼中流露出稀奇的神情 春慧倒是希望 植树能带着皮卡丘一起玩耍 但现在 也只有皮卡丘自己上网 植树叹着气 觉得自己的皮卡丘很逊 春慧则万分抱歉 为了能让皮卡丘体会到大声叫的快乐 异形人又来到了回声谷 显然 这一招行不通 下一招 由泰勒办了超辣的酱料 几人品尝完都落出尖叫 可到了皮卡丘 他竟然用放电代替了 第三招 尽管大火都吓得掉落水中 但皮卡丘仍没有一丝反应 这时 植树不得不怀疑 自己的皮卡丘是不是生病了 可春慧安慰他 这只皮卡丘看起来很健康 看着这一幕植树开心的笑出声 春慧也想要拍照留恋 可由于岛上没有信号 春慧的手机都好几天没充电了 灵机一动 他决定临摹下来 转眼画画好了 但春慧总觉得怪怪的 这时 春慧忽然就懂了 等皮卡丘和可达亚睡醒后 他们又来到海边玩耍 但作为无法让皮卡丘叫声响亮的补偿 他也决定教大家一些有趣的玩法 这般在草地上 皮卡丘和植树终于享受了一个快乐的午后 就这样一直玩到了假期结束 只是直至临走前 植树的皮卡丘也没能发出响亮的叫声 但无论植树亦或皮卡丘 此时也解开了心结 不再将这当作一件遗憾的事情 植树说 自己已经发现了皮卡丘更多的优点 作为告别 春慧将那张画赠送给皮卡丘 此时的他小脸有些困惑 就这般 告别的时间还是到了 随着邮轮缓缓驶出